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5月13日星期四的时间 今集有许刘先生 还有我们的小白红社长 纽西兰 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好 马刘先生的全能战士大马上 马来根 各位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浪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集回来了 继续讲这些法庭的新闻 最近我们都提过的了 有一宗案叫做赴汤道火案例 为什么呢 即使呢 这个叫做火童犯罪原则 就是这对夫妇 两夫妇一起合作 一个姓汤 一个姓杜 所以叫做赴汤道火 他们打掉那个叫做暴动罪 不过他们的叫做行为 或者这个案件 就达至到上诉了 在上诉法庭之后裁定了 火童犯罪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就算你在那个现场环境 你可能没有做到暴徒 或者那些暴动做的事的 但是呢 你是他们的一份子的话呢 或者说你是干什么呢 都可以控告到你呢 起诉你暴动罪都可以叫做罪成的 甚至乎你只不过呢 在键盘上面的冷气军司 教他们呢 如何如何呢 就出来呢 去做这一件事的 这一次的暴动的 你就算是 只不过在键盘上出手的 或者说教他们什么方阵 要如何如何 何时何时去哪里 你都可能呢 是会被起诉暴动罪的 这个原则 方阵那个好像是大律师来的 是啊 走完了 现在 现在不是大律师 现在变成大亨 酒店大亨 哦 黑池大宾馆大亨 是的 那未来还听他们说 会继续去买 那这就是一件事了 不过呢 要补充一点点 赴汤到火这件事 这个案例呢 原来 他们已经呢 静悄悄吃鸡批 走了去 再复核 这个的判权 因为呢 其实他们这个案例呢 真是挺影响心愿的 我们今次呢 讲这一件事了 不过呢 软汤不能够近火啊 这一个 科大女生呢 今次呢 真是事辰到 走不掉了 他可能当时都没有想到的 自己呢 会这样而落祸的 我们听一听呢 真是相当之悲哀的 那么 见到呢 那个封面那里呢 你是完全想象不到呢 这个这样的 啊 戴着个眼镜啊 非常之 扎着个马尾 非常之弱鸡 那么可能说 哎 黑衣那只上庭才跌 那些可能平时是个暴徒呢 但是你看回整个造型那只呢 你告诉我这个是女暴徒啊 和那时候 当时那些什么爆眼女那些呢 我想 和就是爆眼女附近出场那帮人呢 什么天使那些呢 你觉得有一个颇大的距离啊 你可以说是刻意这样营造 那个现在上庭的造型 又可以 但是如果你问我啦 就是看那些学生的经验呢 真是似乎 你跟我说这个是暴徒呢 我都很难 喂 你今晚是不是出去做暴徒啊 我都很难相信这个变成暴徒啊 那他又发生什么事呢 前年的啦 2019年 10月31号 他们班友呢 就在这个中环呢 就搞了一些示威 到最后呢 就变成这个叫做警民冲突啦 那晚呢 发生的情况呢 我们 望向编辑部呢 其实都有留意着直播 我忘记那个时段 社长睡了没有 好像都担心到都没睡 还是如何的 看到电视啦 看到他们又说 哇 要去搞蓝桂坊啊 又说这个那样 我们很担心的 因为始终呢 大家还有一定的年纪的话 一定记得蓝桂坊 某一年的惨剧啦 那很害怕他们在这里 如果真的有冲突起上来 打起上来的话 究竟会怎样呢 很害怕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画面 这样的意外就不好啦 其实就算哪个 我们都不希望呢 看到他们受伤 或者是甚至乎 搞出人命就最不想啦 是吧 那这个拖大女生呢 就被指参与了这一场的非法集结啦 以及就违反这个叫做禁蒙面法的 经过审讯之后呢 就是东区裁判处呢 被裁定罪成的 那这个人呢 这个女学生呢 这个女学生呢 虽然看他的样子 弱弱弱弱弱的那些 那些 不过他当时呢 都有改变了 装促的 穿黑衣摩的 暴徒的造型啦 衣着打扮呢 也都跟当时那一堂的暴徒呢 很近似的 所以就被裁定呢 跟现场的人有一样 是有一致性的行动 以及是一个叫做共同犯罪的目的 所以他的非法集结呢 是叫做罪成的 那当然啦 会不会有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刚才说了 那个禁蒙面法那里呢 他有戴口罩的 那法官呢 也接纳了他了 原来他那个有医学或健康理由 所以才戴口罩的 那这个就查了 因为呢 他那爸爸 都给了一些资料出来看到了 原来他小时候呢 就有鼻敏感啊 敲喘啊 还是怎样的 陈多个地方呢 就要戴口罩啦 哇 你看这个人多薄 是吧 这样的情况下 都要和他一起出来做暴徒 你不怕射眼就会弹啊 或者是怎样的 是吧 当时呢 这帮暴徒 黑衣摩暴徒呢 不只是在那里 是站在那里 那么简单的喔 嗯 有超过一百人啊 戴着口罩啦 因为他们说不准蒙面嘛 那样硬着都要戴啦 他们要这样宣事嘛 那这帮示威者 那这帮暴徒呢 他聚集在那里叫梟啦 那一百个人呢 拿着好多的链射筆啦 就向阿sir那方面呢 照射啦 那警方呢 也都多次发了警告啦 叫他喂 那些和平山区 然后可能就是拉起那些 呃 什么颜色的旗啊 橙旗也好 蓝旗也好 什么都好啊 啊 跟着这个被告啦 这个科大女生呢 这个四眼科大女生呢 就跟现场的人 一起去喊口号 就叫光时啊 那些颜色景啊 那样那样啊 就是很侮辱性的那些啦 没想过他那么疯哦 你试想像一下 这个女学生呢 20岁 现在20岁 19年的时候 18 9岁 那为什么呢 你要那么疯呢 你只不过拿你的前途来教非 是吧 那你考得到科大 还要读这个叫做电机工程的 成绩呢 也都 说出来呢 都叫做相当优异 是吧 嗯 嗯 就是其实 那不过 这个是叫自己负责任的 是啊 但是 但是他都是惨 为什么呢 其实他是给那些 黄梅啊 精军啊 误度的 还有他更加不幸的就是 因为没有听盲向编辑部 嗯 是 就是我这么说的 你这么自大啊 事实上是哦 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话 你一定 在2019年的时候 就算你本身啊 是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 你都不会做出一些 这么暗的行为 违法啊 是啊 是啊 还要被邦向编辑部啊 疯狂笑我们啊 笑我们出来 难归 中环这里搞一搞 那这个女孩呢 这个女学生呢 她要出来 这一天呢 其实10月31日呢 她们有那个目的的 就是除了什么 五大诉求 颜色景之外呢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叫做禁蒙面化了 我还很有很有印象 其实禁蒙面化呢 用不需要她要这么夸啊 啊 哇 真是打到飞起了 有BBQ 有这样的人 喂 金蒙面而已 是不是 不让你吃面嘛 水分瓜 就是他们其实借题发挥的 可以将一样这样的东西呢 可以升华到呢 或者升级到呢 去一个你死我亡的阶段 他们那晚出来呢 就是因为那个 曼圣节 可以扮鬼扮马嘛 想着借这个东西呢 来挑战警方 还有挑战这个叫做禁蒙面化 那你自己拿来的 你被人陷了你出去呢 你自己都要这样做啊 一起喊口号啊 什么欲警 就是喊一些很侮辱性的 言辞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都要穿上这一身的打扮 那法庭也都裁定她了 意图扰乱秩序呢 和这个破坏社会安宁的 根据那个火同犯罪的原则呢 就裁定她呢 参与了这个叫做非法集业罪呢 就是聚成 那我没办法了 你这个女孩呢 看见都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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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了 那说回求情那方面 先 校方呢 也都特意呢 帮她安排了 让她提早 完成回她的考试 希望呢 可以呢 她在九月前呢 九月开学之前呢 就叫服刑完畢 那我不知她究竟 啊 过不过得了 这一局就 究竟她的判刑有多长呢 始终啊 那她也是非法集结啦 不单止哦 你说 你说 较早前呢 什么黄之洞啊 还是那些什么肥仔黎啊 什么白头佬那些呢 就是她们拉Banner啊 还有什么 吴可怡啊 何秀兰啊 那些 他们都这样哦 你又叫梟啊 又诉求啊 警方叫你又不驱散 又这样那样啊 又照雷射笔啊 即使我没有照哦 你和他们一起嘛 我同犯罪原则哦 那恭喜你啦 你不要多谢 哪个哪个 多谢父汤道火两夫妇 是不是呢 那接着又辩方又帮她说 又说被告呢 是一个和理非 就没有仇警的情绪的 你问我信不信呢 那和理非的人呢 就不会去黏在他们这些场合里的 是不是 你有没有见过刘慧卿 和这些暴徒一起坐的 和理非代表 是 他还要飞起来粗口 是 因为人家会站开一点 是 是 是哦 不让他们过来 就是 看到刘慧卿说 你和我们 太过不是同路人了哦 是吧 就是 你还要飞起来粗口 你是和理非的upgrade版哦 他说没有仇警情绪啦 没有仇警情绪啦 你基本上 你不会在那一堆人那里 和他们一起搞那些 雷射笔搞得这么开心的 社长说的 你一定知道 就会企鞋一些 你最多都是去那些 叫做什么 多少十万人 多少五十万人 那些大游行 在里面那里叫一下 就不会特意 要蒙着个面 去回这些集会 当然啦 你因为说你健康理由 有什么鼻敏感 污泥玛叉 那些这样的 就所以要带啦 那很惨啦 那现在这个女学生呢 那这样就一世了 其实呢 以我所知呢 就是科大那个 叫电机工程呢 真的的 畢了业之后呢 前途呢 可以说叫一片 非常之光明的 再加上呢 你是女孩子啦 嗯 这个科畢了业之后呢 相关的公司 咦 这些特别哦 因为这个科目呢 比较少呢 女同学去读的 虽然好像你这样的 弱弱弃弃的造型呢 也都啊 哇 简直啊 你去到读的时候啊 男同学呢 当她女神那样拜啊 因为少嘛 啊 少呢 物以罕为贵嘛 上课的时候 见到一个女同学呢 都感觉呢 都不同一点的 中一中和 没计啦 那么稀少的 这个学系里面呢 又少多个女同学了 还要变成一个暴徒呢 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 就是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呢 就是 为什么你要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方 来宣洩你对警方的仇恨啦 或者对这个叫做禁蒙面法啦 又如何如何啦 就是为什么要咬牙齿齿都一定要出来呢 刚才社长都说了啦 即使呢 你其实对于给这些什么黄媒啊 不同的媒体啊 不同的人啊 甚至乎当时黄之锋啊 我记得啊 不要以为我忘记啊 就是说到这些的叫做禁蒙面法 如何如何 要去挑战他啊 想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要搞啊 黄之锋有啊 不要扮武啊 我们一时之间呢 我们就找不回这些资料啦 有机会呢 真的呢 现在回顾一下 很多人呢 给他这些就是这样的事件了 这个女学生呢 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这些黄之锋那么可恨呢 就是这个意思啦 我之前也说过啦 就是科大呢 是一个读书环境呢 相当之不错的地方 出了名的啦 那个叫做功课多 压力也是 那么多间大学之中最大的一间 你能够考上到 成绩优异 还有 你能够叫做提早完成考试 证明呢 你那个功课啦 和甚至乎考试那方面呢 应该呢 真的是的 是水准之上 那一只来的 那么你现在呢 你现在呢 有机会要去蹲监了 那么你蹲完之后 留了案底呢 是不是就是 杨岳桥所说的叫做人生更精彩呢 肯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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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很悲惨的 那么 那 就是为什么对于这一宗科大生这个呢 我会干什么呢 因为我都 同科大生呢 那时候他们的 怎么说呢 有些像他们 叫做什么 就是某一种的导师那些 那些叫什么呢 糟了我突然说不起我的名字 有些小嗯 有些是辅导的老师 那些那些那些 当然不需要在学校啦 就是可能要够不够定期和你聊天呀 其他你要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在学习上的那些那些那些那样的 那那些那些可以说叫做指导的导师那些那种 那种所以对这起来的 erlebt 有些学生出了这样子 我也觉得挺深谱的 其实2019那件事 现在有很多真的被人控告 所谓乱惹的人 很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认为 我不是为他们开脱 不是 绝对不是 我不是为他们开脱 首先要讲清楚 是他们追求一些很模糊的概念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争取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动 其实是能不能帮助社会在争取他想争取的东西 这件事我觉得很荒谬 比评论的评论员的评论员更荒谬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究竟你在争取什么? 究竟你是否为自己争取? 还有你争取了这件事之后 社会是不是真的会变好? 还有你争取这件事的时候 应不应该放弃某一些原则? 其实整件事是有一班人放弃了他们的原则的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如果在刘慧卿来说 民主党还要是非粗口 这些原则完全放弃了 好了 这不是纯粹原则性的问题 我都想说一说 其实这节目已经过长了 不过不要紧了 我说多一点点 没错 就是他们不断被洗脑说要怎么样 现在一直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方法已经无效了 我们要再向前一步推进 那再向前一步推进是什么? 光是 是的 光是 唯一出路 还有他唯一出路就是说香港独立 是啊 很坦白说 一个独立的香港是不是真的比在中国被任下的香港更好呢? 其实有没有 那些人说香港独立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个现实政治的问题? 是没有的 你想想就知道是没有的 你看看他们的行为就知道是没有的 他们好像撞了邪似的 尤其是梁天琪、黄台仰、芒果佬王毓民、陈浩天 那帮港独人 芒果佬严格来说不是港独人 因为他自己没有说过支持港独的 芒果佬王毓民很聪明 不成气候 是不成气候 但是他的台就专是养着这些不成气候的东西 那好了 你们这些人说港独 最初是不成气候 越搞越成气候 好了 为什么是成气候 就是因为他看到 为什么那些人说类似港独的东西 会有选票呢? 其实这个是香港所谓的民主阵营的悲哀 为什么你不做你认为是对的事 要去随波逐流 黏在港独 你一黏就万劫不服了 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了 是同流合污 也不是随波逐流 哎呀 跟这些这么污位 都黏在一起 所以很惨 看到很多这些学生 当然啦 我们也要回到那句 就是他们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负上他们的责任 到底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 当时来说 你前途在你自己手上 是不是所谓叫做光时之后 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 和一个好的未来 其实很简单很简单 你想了就知道了 我只是stop了你的东江水 那你怎么会自处呢 是不是 这些很基本的问题 例如电厂啊 如何如何的那些 就是这一方面 你可能已经 都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是不是 有太多 其实有太多的东西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太多的东西 他们没有考虑过 是 就是喊口号光时 要不就是香港什么独立 唯一选项那些 他们是喊这些东西 是很愚蠢的行为 其实大家都知道 香港为什么会有一国两制 其实这一件事 我们经常都说的 就是香港为什么有一国两制 就是 有一个基础才会有两制 这一件事 那你如果 有些好像毛孟静那些人 那样说 要考虑一下 要两国才有两制 那其实 他说的已经是 和基本法相比重 基本法是一个 严格来说的小宪法 其实基本法里面 就写清楚 香港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你要跟着这一件事去办事 跟着这一件事去办事 就不是纯粹是 香港人应该做 其实内地一直政府 内地中央政府 一直都是根据 基本法去处理香港的问题 你们现在有些人就是要说 最初是谁说要废除基本法的 全民制宪的 那又是芒果佬黄毓民 就是香港很多 现在大家看到的问题 其实一开始就是由 芒果佬黄毓民 乱参港的 其实就是欺骗了很多年轻人 因为芒果佬黄毓民 他是用一段很长的时间 四围去讲学 将他的歪理传给中小学生 用了很长时间去做 究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不知道 我们一直都说他这样做 其实对香港的伤害是很大的 有很多事情他不应该说 譬如他说要本土 歧视内地人 他说那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已经知道 他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 已经切割了 一早就 嗯 不过说到这里 算了 有点理解 不过就是 没错 坦白说 我想大家知道究竟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香港大家面对着这个问题 尤其是这些比较年轻的人 为什么会没有了前途的问题 其实当时已经有人警告过 就是黄毓民他搞这些事情 他搞到那些年轻人没有了前途的时候 是不是他去养那些年轻人 那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然不是 他做了那些年轻人去养他 嗯 但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不好意思 这次差不多了 但是很悲惨的一件事 就是当时直戚芒果佬 怎么错的那位阿伯 叫做蕭若元 他在19年做的事 和芒果佬做的事 其实差别不大 嗯 没错 这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拜拜 拜拜 拜拜